说不定这场车祸 跟凯程有关 不至于吧 虽然凯程心术不正 但总不至于牺牲两条性命啊 而且这场车祸是意外 又不是人为的 凯程当时也不在现场 我看这事不可能和他有关吧 于情于理来说 似乎和他扯不上关系 不过娘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而且还断送了小婷一生的幸福 娘 人命关天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福管家 大小姐您有什么吩咐 你知道赵氏的车子现在在哪吗 已经拉去修理厂了 好 你找个时间去修理厂 查清楚车子赵氏的原因 查清以后再回来向我汇报 是 大小姐 佩奇 这么大费周章至于吗 娘 死来小去 这件事情不单纯 娘 你就让我查清楚吧 死者为大 生命更是无价的 而且这件事情查清楚了 至少可以管子豪和小婷 一个公道啊 车子的事情我不懂 想查 你就查吧 子豪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 相知相惜的人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老天爷为什么 对我这么残忍 母亲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没有和你调换座位的话 你也不会这么年纪轻轻 就离开人世 是我对不起你 正哥 别再自责我 这只是一场意外 不 这不是意外 是我对不起他 正哥 你别再哭了 你一哭 小婷就更难过 别再哭了好吗 子豪 我在你的坟前发誓 从今以后 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 威力会代替你 好好奉养他老人家一辈子的 小婷 也就是我的弟妹 我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你安息吧 子豪 都怪我 都怪我要举办什么西式婚礼 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 你 你就这样走了 你走了我妹妹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我妹妹一个人在这边 你怎么能这样 你怪我吗 天哪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你可以惩罚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妹妹 子豪 就这样走了 走了以后我妹妹怎么生活 老天 子豪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既然我们生不能在一起 那就让我们做一对鸳鸯 死在一起吧 子豪 小婷 子豪 小婷 你不能这样 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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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小婷 小婷 别再折磨你自己了 为了子豪 你要好好活下去 你万一有什么事 子豪的在天之里 也不会安息的 我是不是 现在不需要的事 等一下 位置 对 位置 我叫你再等一下 你听不懂啊 要中 爹 你来了 还是找不着董阳文的伙计啊 是有一些人选了 不过最近忙 还没来得及面试 算了 还是说正事吧 要中 你看 跳票 我们养好怎么会 怎么会跳票呢 听林经理说 是资金一时周转不灵 详细的情况 我得回去一趟才能知道 那 那这里 为了让办事出 早日步上轨道 我让你全权负责 可是我 要中啊 做生意要把握原则 以何为贵 再加上 我们德行洋行的名号 给你撑着 我想 这生意不会做不好的 这也算是爹 这也算是爹给你的一个考验 希望爹下死回来的时候 这家办事处可以布上轨道 爹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干 不会辜负责 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好 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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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就这么任心 丢下我不管呢 丢下我不管呢 兰芝 你这么急着 把儿子接走了 你怎么 你怎么 不连我一起 带走散了 皇师父 是我对不起自豪 是我对不起你 快起来 你们快起来 我谁也没关 我谁也没关 这是命 都是自豪的命啊 这孩子 跟他娘一样 都是拨命的人哪 皇师父 从今以后 你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 自豪不在 我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我就是您的儿子 我就是您的儿子 黄师父 以后您就把我当成是您的女儿 把萍萍和安安 当做是您的孙子孙女 我们都会孝敬您的 我知道 你们一片孝心 可是 我留下来 一想起自豪 我会出境深情的 黄师 您您的意思是 您要离开 要回去 我想回乡下 不行 您回乡下 谁照顾你的生活 我相信还有几个亲戚 我生活不会有问题的 黄师父 二小姐 二少爷 二少爷 你们两个真的关心我 就让我离开吧 留在这儿 我一想起自豪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啊 黄师父 好 您看 我们兄弟呀 难得有机会聚一聚 我却家世一堆 没能好好陪您 这会儿您又要走了 妹子 和您何苦这么消沉呢 过阵子 等总行的事情解决了 我还会再来的 过阵子 现在我们弘家的生意 每况愈下 佩琪还病着 下次你再回来 我们弘家 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 弘姬是你当家 你可千万要保重身子 把佩琪的病养好 至于凯成 你就试着多体谅他一点 俗话说 家和万事兴啊 家和万事兴 我看他不把弘家拆散了 他不会甘心 凯成是你的女婿 你 大哥 你不知道她做了多少坏事 亏空公款 掳人强盗 反正我对她 是绝对不敢指望的 这么说 你还是要郑刚回来主持宏记了 那当然了 不过要再等一阵子 等子豪的事情过了以后再说 可是 凯成毕竟是佩琪的丈夫 家辉的爹呀 你该不会真的要他们离婚吧 我 难道你真忍心 让家辉成为没爹的孩子 大哥您别再说了 你越说我心里越乱 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哎呀 我还是觉得 这是不能操之古籍 为了佩琪和家辉着想 我还是劝您 再给她一个机会吧 放心好了 我会衡量情况 再做决定的 倒是您 以后 您要常回来看看 要不万一 我出了什么事 我们兄妹 哎 别说这些丧气话了 你和洪家不会有事的 再说 哥会常来看你的 好了 别难过了 你说什么 车子的刹车系统受到破坏 真的有这么回事吗 大小姐 我仔细问过了 修车师父一直不肯说 我琢磨着 他或许顾忌着什么 这两天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我是半威胁半利诱 他终于说出口了 既然车子刹车系统受到破坏 这里头一定有阴谋 一定是王开城搞的鬼 大小姐 姑爷他 有可能是他吗 怎么不可能 他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的 可是 行了 别说了 给我去派辆车 我要出去的 您小心点 来 这个您带在身边吗 带着吧 不 二少爷 您收下吧 过年的时候 我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您的 好 黄师父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别让我和朕根为你担心 知道了 二少爷 爷爷您别哭了 您要是再哭 平平也该哭了 爷爷不哭 不哭 二少爷 二小姐 时间不早了 我该走了 你们保重 好 我扶您再见了 再见 好 黄师父 您自个儿一定要保重 过年的时候 我们回去看您 好 车钱我已经付了 您就别管了 回去千万不要多想 一定要保重 爷爷 我会和爹娘去看您的 平平怪 爷爷等着你去啊 嗯 您一定要保重 好 再见啊 再见 保重 师父麻烦你了 来平平 再见了啊 再见 黄师父 保重 保重 郑刚哥 佩琪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告诉你们 那天你们坐的离车 是因为刹车系统受到破坏 车子没有办法刹车 小马是因为这样才出的车祸 刹车系统受到破坏 难怪那天小马刹不住车 这才撞上了山壁 郑刚哥 理由很简单 有人故意让车子出车祸 我怀疑这个人是王凯成 为什么这么做 郑刚哥 他不同意小婷嫁给子豪 或许他认为他这么做 可以阻止这场婚礼 这不可能吧 王凯成再这么坏 应该不可能送心病狂到这个地步啊 难道你吃王凯成的亏还吃不够吗 王凯成突然间说要举办什么西式婚礼 而且还非要子豪坐礼车去迎许小婷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佩奇说得有道理 之前皇师傅过也被他绑架 在医院 甚至要杀子豪孽口 王凯成 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你要是子豪的死 真的和王凯成有关多 这件事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王凯成 你竟敢打我你不要命了 根本不是什么意外 是有人捣鬼 是有人捣鬼 我问你 李辰的刹车系统是不是你破坏的 怎么 连你也怀疑到我身上 洪凯成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王凯成再怎么样 总不能伤害自己的媚婿吧 媚婿 你真的把子豪当成是你的媚婿了吗 你想尽办法阻挠他和小婷的交往 我真的很后悔 我当初怎么会答应你 那个什么文明婚礼上了你的当 洪凯成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像孩子 你以为经你这么一闹 我就会扶手认罪听你的摆布 我告诉你 车子是在你那边出了事 是你害死了子豪 我还没控诉你呢 你居然无形到我身上 你是不是活够了 你 你什么你 你害死了子豪 现在害得你妹妹每天不吃不喝的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告诉我我绝不饶了你 王开诚你不是人 我是不是人跟你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警告你 你要再把这事物来到我头上的话 我对你不会再客气 好 这件事我会继续查下去 你最好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否则我绝不饶你 你 你 过去我太研究太专心了 所以我对你很客气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顾西洋间 我该让你听好了 我娘叫我回来主持红计 我还不肯答应她 可现在看你这么带头 我已经决定我要回到红计 我要给你小童医生的幸福 毁了黄师傅一辈子的期望 我不会让你再毁掉红计的 红计红 你敢撤我后腿 如果你回到红家 我会让你不得好死 你要出来这样吃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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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吃死人了 还我爹命来 还我爹命来 是死人的 快点啦 你要去这样吃死人了 你要去这样吃死人了 你要这样吃死人了 够他у子再吃死人了 还我爹命啦 快到来就是这兒啊 快到来就是这儿啊 就是这儿啊 出来 owo豪�� partis at of the same way 我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了 快出来 快出My mother 胡锡活 快够 I want我爹命来 � Z Personally 快出来 快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出去看看 这位小哥 发生什么事了 你是红枝纲是吗 是 那你就是我的下副朝圆是不是 我爹吃了你的酱死了 你还我爹命来 你还我爹命来 还我爹命来 不可能啊 你说什么 你爹吃了我们的酱死了 这 这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说我诬陷你们是不是 我爹正是吃了这里面的酱死了 我爹死了 我爹死了 尸体就在这里 你们还不肯详细是不是 我爹就是吃了你们这台酱之后 暴敏死了 你们明明良心 做出这台有毒的酱 你们干操天打雷劈知道吗 我和我爹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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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这位小哥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酱出了好几千台 没有人吃出问题的 这一定是 一定什么 你想说我诬陷你 陷害你是不是 好 你不可以承认是不是 我现在就去报官去 让官府来承治你们 就是要报官 走 我们报官去 就位小哥 我就解释 就位小哥 我们报官去 怎么会这样呢 这事太离奇了 就是啊 我们的酱怎么会吃死人呢 老爷 会不会有人陷害我们 有没有人陷害我不知道 不过这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 会不会又是王凯诚搞的鬼 王凯诚 姑爷 怎么样 事情办成了吗 已经 什么都办成了 好啊 洪震纲 这一次 你可真是要玩完了 姑爷 这个 您 您说的那个银票 阿尔麻子父亲的死 真是恰到好处 把这个机会嫁祸给了苗家 你根本没有费吹灰之力就办成了事 还敢问我要银子 翔子 拿去喝酒吧 事办成之后再好好赏你 多谢姑爷 那我就喝酒去了啊 等事情办妥了 我再来领赏 大小姐 请喝茶 大小姐 大小姐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啊 苗气的酱吃死人了 警察局的人正要抓二少爷呢 你说什么 警察局要抓正刚 是啊 快走 快走 警察大人 我们酱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就算抓人 你要查清楚再抓 大人 请你们查清楚 查清楚再抓人呢 别动 你们的酱吃死了阿尔麻子的父亲 你还有什么话来说 大人 这一定是场误会 我丈夫没有罪啊 别别 不要 警察叔叔 求求你们不要把我爹带走 求求你们了 我也给你们跪下了 我们家老爷是最善良的人 他绝对不会做有毒的酱害人 我求你们相信他 我给你们磕头了 大人 我们家这些年 一直遭奸人陷害 这一定又是奸人所为 求求你们 先查清这件冤案吧 冤案 是啊 人都死了 而且还验出死者身上的毒 和那坛酱料里的毒 是同一种毒 你有什么话来说 即使是同一种毒 也不一定是 我们家的酱出了问题啊 说不定 说不定有人故意的 你给我住口 说来说去 就说我们警方办案能力差是吧 把人给我带走 走 放开我 大人 走 别抓我 放开我 大人 小玉 大人 放开我 大人 我要折她 放开我 大人 请对我的 放开 大人 你们没有查清楚 怎么可以乱抓人 但不能抓他 我告诉你们 谁也不许拦着 走 你们放开他 真高 我会来救你的 你等我啊 真高 看着 他不会让你受危险的 让开 让开 你 求求你放了他 放了他 放了他 走 开了 真高 走 黑山 等我回来 把孩子带好 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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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车 佩琪 你疯了 无缘无故打我 不只打你 我还想杀了你 杀我 我看又是为了红阵钢的事 好 要杀我 我人就在这儿 你过来杀 你过来杀 王凯成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都可以算了 可是你诬陷苗迹 还振钢入狱 这件事 你一定要去自首 给我住嘴 我诬陷苗迹 我诬陷你的振钢哥 是苗迹的将出了事 是 红阵钢才入了狱 这是满城皆知的事情 怎么算到我的头上来了 不 是你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在将军 动了什么手脚 故意诬陷阵钢 呸 我诬陷红阵 你三番两次说我诬陷苗迹 诬陷红阵钢 你到底严得什么心呢 我没胡说 这都是事实 我已有证据 你有证据 拿出来给我看 我等着你的证据呢 苗迹的将吃死人这件事 虽然我还没有查清楚 但是你害死子豪跟小马的事 我都有证据 什 什么证据 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场车祸 全都是刹车系统受到破坏 发生车祸 根本就不是意外 就算刹车系统出了错 也不能证明是我干的呀 丑了你还有谁 会干这种事啊 洪大小姐 结婚那天晚上 我跟小婷在一起 她可以帮我证明呢 这种事情还用得着你呀 你随便派一个人去不就行了 你血口喷人 我 洪佩琪你 这一巴掌 是你应付的代价 我发誓 我一定会查清楚真相 等我把你的罪证实了 我就让警方 连你陷害郑刚的事 一起给办了 箱子 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有事问你 什么事啊 大小姐 您请坐 箱子 啊 啊 您就住在这么个破地方啊 啊 不好意思啊 大小姐 让您见笑了 啊 我怎么会笑你啊 只不过你跟姑爷这么多年了 应该住好一点的屋子才对啊 哦 话是这么说呀 可 我算个什么东西啊 有地方住就行了 三餐之后有壶酒喝啊 我这人生啊 就不求什么了 哼 你就是没志气 男人哪 应该有大志向 住一个好的屋子 找老婆也容易啊 这 这我可不敢想啊 箱子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了 都二十八了 你应该娶妻了 哎 大小姐 您不是拿我开玩笑吗 谁嫁的姑娘愿意嫁给我呀 怎么不愿意嫁给你呀 论才貌 你长得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论才干嘛 再怎么说 你也跟在姑爷身边这么多年 也为她立下了不少丰功伟绩 那就更不用说了 有 有吗 当然 你没照镜子啊 照镜子有是有啊 可是镜子里那人看起来 哎呀女人就喜欢你这样的 只不过是缺了点钱 要不然啊 就可以取个美娇妻了 可可不是吗 钱钱钱 我贪娘的缺的就是这个 可抽死我了 钱不是问题 我都会给你 哦 大小姐 不只是钱 还有大宅子都不成问题 大小姐 您这话可不是骗我的吧 哼 我是堂堂的洪家大小姐 怎么会骗你呢 那 那 大小姐 那什么 大小姐 您今天突然跑到我家来跟我说这些 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我替您办哪 聪明 我倒是有件事要问你 什么事啊 大小姐 您尽管说 我问你 黄子豪结婚的里车 刹车系统是不是你破坏的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 不是 大小姐 跟我跟我没关系啊 箱子 你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刚才我答应过你的钱 宅愿什么的 我一样都不会少给你的 可是大小姐我 你说吧 大小姐 这么大的事 我不敢说啊 我要说了 我和姑爷都会没命的 你说什么 这件事情跟姑爷有关系吗 没 没有 没 没关系 箱子 你不用担心 要是你把实话告诉了我 我保证你 你不会出事的 可是 这事我真不能说呀 箱子 我就明白地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警方已经着手调查了 你跟姑爷都是嫌犯 我只是念在你对我们家忠心耿耿 我才来问你 你现在还似乎不说 我可管不了你了 大小姐 这事我真不能说呀 说了真会没命的 你说还是不说呢 大小姐 我 我 我真的不能说呀 好 你不说什么 那我走了 你要是出了什么状况的话 你就自个儿担着 我可帮不了你 大小姐 我 我说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这事是 是姑爷叫我做的 箱子 好 姑爷 王凯成 你来得正好 小子他已经认罪了 走 跟我到警局去 认罪 洪佩奇 你不要再白费力气了 警局跟我是什么关系 里面都是我的人 只要我给他们一点好处 你应该知道 只要我一句话 郑刚就立刻没命 最好给我搞清楚状况 说话的人是我 掌控大局的人也是我 你大小姐脾气再加发发就算了 如果再敢给我扯上警局的话 就是自作念 当着提红郑刚收尸吧 还有 如果这件事情你敢透露半分 让别人知道的话 别说是你 还有郑刚跟你娘 都没好日子过 不是你试试看 敢管我大事 佩奇 朕刚怎么样了 这刚已经被抓去警局了 怎么会呢 哎呀 他真是流年不利 老碰到这种事 三番两次的入狱 娘 别担心了 苗记吃死人已经是事实了 但我会尽量想办法 把他给救出来的 您放心好了 你要真审得上力 你就帮他做点事吧 嗯 你要知道 他在我面前 从没有说过你一句不是 他是真心的把你当做媚血 当做自己人的 是 是 娘我知道了 你知道就好 裴琪 陪我进去 是娘 怎么 还有事吗 娘没事 你去休息吧 快 扶娘进去啊 乒歸 快 走 霉珊 这狗 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我霉珊 他们让你受了很多罪对不对 没有 他们没对我怎么样 我没 我没事 我一点都不贪了 不贪了 你别骗我了 都受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不得 好了 霉珊 别哭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不管遇到什么苦痛 你都会坚强的 就算我再坚强 看到你这样子 我也会心痛 我好恨我自己不能替你顶罪 对 别难过了 人只要问心无愧 什么痛苦都可以扛得过去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 告诉我 孩子现在怎么样 好 孩子们都在等你回来 正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如果这事是有人存心捣鬼的话 我想这恐怕很难吧 不会 不会 就算再难 我也一定会想办法的 只要找到二马子 让他说出真相 你就有救了 卫山 谢谢你 万一 万一事情 事情没有灰烛的余地 你 我不在你身边 你要记得 把孩子带好 好好地把他们拉扯大 知道吗 不 没有万一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正哥 你要坚强 你得坚强好吗 老天一定会保佑你 是 正哥 请问一下 二马子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他呀 他搬走了 搬走了 他搬去哪儿了 他送他爹回老家安葬 至于他老家在什么地方 我可不知道了 那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那小子 临走之前 把所有的家当 都送给大伙儿了 说是再也不回来了 小子 洪佩奇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状况 说话的人是我 掌控大局的人也是我 你大小姐脾气再加发发就算了 如果敢扯上警局 你就是自作孽 当着替郑收尸吧 这件事如果让别人知道 别说是你 还有郑刚跟你娘 都没好日子过 佩琪 佩琪 你这样整天闷在屋里 愁眉苦脸的不行啊 要不叫阿淳陪你出去走走 不 娘 我想一个人好好地静一静 你已经静了好几天了 再这样下去 你会闷出病来的 娘现在天天为郑刚念经祈福 菩萨会保佑他的 你就别再担心了 娘 菩萨保佑不了郑刚的 要救郑刚哥 除非是凯成他 除非凯成怎么样 娘 菩琪 除非凯成怎么样 娘 菩琪是说 我们约好一起去庙里 为郑刚祈福的 祈福 怎么 你忘了 你不是叫我今天早点来 陪你一起去的吧 娘 我是跟凯成说好 要到庙里去的 出去逛逛总是好的 凯成啊 那你就陪着佩琪去那里走一走吧 好 娘 去吧 来 来 够了 这里我娘看不到 我们不用再演戏了 你还不配跟我演戏呢 我问你 刚才你跟娘说什么 说子豪出车祸的事 还是诬赖我 是我陷害红震纲 我什么都没说 你的嘴啊 最好给我闭紧一点 要不然 红震纲的命没了 你的命也没了 没错 要是震纲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 哟 还挺多情多义的 只可惜人家心里面 就只有佩山一个人 佩山 原来你为了佩山不择手段 还震纲入狱 王凯成 就算朕更死了 佩山也不会跟你这个人渣的 人渣 你真厉害啊 居然嫁给一个人渣 王凯成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你别猖狂了 我告诉你 我王凯成要做的事 一定会做到 有名人 今天就来到 是 人渣 感谢观看